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像你剛剛講波羅申科 他其實在這場戰爭當中 他就是完全取代了 澤倫斯基扮演一個諧星的角色 他有好多的一些影片流出 都非常的荒腔走板 比如說他最初在戰爭剛爆發的時候 然後基辅這邊一直在呼籲 說大家加入志願軍 然後趕快去投筆從榮 或是國外的志願者趕快來從軍 然後他就穿著全副武裝 然後戴著他的保镖 或是他的隨護什麼的 然後就在後面 然後他就在發表一個慷慨這樣的演說 結果後面那個兵就突然這個彈夾 摳摳摳掉在地上 然後波羅申科還就是被嚇到 轉過頭去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然後後面那個兵就若無其事的 把彈夾撿起來之後用手這樣子 揮在那個槍上面 就這樣子繼續講 然後後來過了幾天之後 他又拍了另外一個影片 跑到邊界去 然後去慰問那些從城市當中 被圍困城市當中撤出來的民眾 然後結果他就有一個影片 他就有一個影片就是他站在那個一個一個走出來的那個步道上面 然後慰問走出來的人 然後想說辛苦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想跟你握握手 然後那個民眾就直接嗆他說 可是我不想跟你握手 為什麼 為什麼不跟他握手呢 不曉得 反正總之呢 這個是這個在台灣都看不到 這都是在對岸的一些短影音上面看到的 然後配音 他的字幕他就講說 發現我又不想跟你握手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解讀啦 我們當然沒辦法理解說 那一瞬間當中 這個民眾真心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只能說 這個國家走到這一刻 你這些歷任的領導人 恐怕都不能說自己很無辜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你講到那個極音速飛彈的部分 我今天看了這個我們前 這個水晉八旗之一的吳嘉隆老師 然後他那個之前就是 真心相信這個川普已經當選了 是因為被深層政府給搞掉的 所以呢他最近又針對 烏克蘭戰爭有很多的高見 我都是有敗賭的 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就講說呢 現在烏克蘭這個部隊 跟這個俄羅斯作戰呢 基本上是採取維典打員 怎麼維典打員呢 他就是把俄羅斯的部隊扣 困在烏克蘭這邊 然後俄羅斯部隊要來 要來 他們就打他的援軍 基本上我是不能理解 這是一個有點像是反物理的狀況 就是你被圍在城市裡面 你要怎麼去圍包圍你的人呢 這是讓我有點不能理解說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說俄羅斯被包圍 對他說是俄羅斯的部隊 被烏克蘭困在烏克蘭裡面 然後俄羅斯的援軍 我自己講的時候覺得有點搞笑 要進到烏克蘭的時候呢 他們就攻打那個要來援助的俄羅斯 所以他說這叫維典打員 跟當年共產黨對付國民黨是一樣的 但我不能理解 國民黨是被圍在裡面的 那現在烏克蘭是被圍在裡面的 那這要怎麼構成維典打 被圍在裡面又要怎麼去外面圍住人家 對他不管怎麼樣 他可能就是水晶八旗的理論 我們也不要在這邊特別苛求 我們是聽不懂 然後不管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極因素飛戰這件事情 我在很多論壇看到有一些戰略或戰術 很熟悉的朋友 他們講說這反而是俄羅斯的維典打員 他怎麼說 他現在剛剛賓隊點到了 連續兩天 他的極因素飛彈 或他的這些空射導彈 都在打那些外國志願軍聚集的地方 前一天打六十幾個八十幾個 然後今天又打一百多個 就是一百多個 然後就據傳說有這樣子的傷亡存在 我覺得很明顯 他就把你扣在這邊 他就把你圍在這邊 圍在這邊 然後你呢 你這個兵就是現場是這樣子的嘛 我今天看到一份外電 就講說這個這麼多天來 三週四週來 然後不斷地呼籲說 烏克蘭人抗戰的這個意志 多麼強烈啊 然後全世界都舉國來源啊 然後現在澤倫斯基手上的預備隊 好像只剩下三個旅啊 大概兩三萬 三個旅喔 在基辅附近 然後他進也不能去援助 烏冬那些被困的十萬精銳 然後呢 退也守不住基辅 那大家就耗在這邊嘛 那國外支援軍他就把你 他就直接用這個空射導彈啊 你人還在遠遠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已經就是你知道 See you tomorrow 下一輩子再見了 然後 所以這某程度也是一種 就是瓦解對方意志的做法 那今天稍早之前 我在這邊就是剛剛在聽亮哥 論述的時候 一邊看到另外一則 相當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新聞 好不好 大家趕快看 BBC的 不然等一下可能就下架了 真好什麼新聞我看 BBC的 就是呢 BBC的一邊記者 特別訪問了三個 你每天都專門在跟我們分享這些故事 對在反送中跟反修例之後 然後移民英國的 定居英國的三個香港人 然後他們就說 怎麼可以讓烏克蘭這個民族 單獨對抗俄羅斯的侵略呢 於是他們就響應要加入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外國志願軍 然後其中就有人跑去了 然後他又回想了他這一路走來 他先到了波蘭 然後再到 在波蘭呢 然後再到了這個港口邊的第二大城 然後距離邊界只要三個三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接著呢他就趕快跑去跑到烏克蘭去之後 然後就有一些驚訝說他到了一個很舊的旅店裡面 然後旅店裡面就還蠻多到十多個這個國外志願軍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來自於這個北歐的一些戰地記者 然後大家在那邊都非常的非常的就是熱絡啊什麼什麼的 結果他滿心的覺得說我要幫烏克蘭作戰 我要我要抵抗這個這個俄羅斯的侵略 結果他後來發現說那樣呢 怎麼那樣呢 就是他到那邊去護照被收起來了 護照被沒收了 然後呢發給他一張軍事簽證 然後那個軍事簽證的效期是到烏克蘭戒嚴令解除為止 就是說你不能隨便走啊 你現在你現在 你進來了就要到解除令才能走 對護照可以收起來 然後我另外發一張軍事簽證給你 戒嚴令結束之後你可以用軍事簽證換正式的國民 國民身份對或者是你的這個護照 那期間我沒解除戒嚴令 我帳沒打完你不准走 你不能走 然後結果這兩個香港人就跑了 就跑了 他又沒有護照跑去哪呢 他就沒有換啊 他就走啊 他不跟他換就對了 他就不給他不講護照 然後那個簽的約是無限期 到戰爭結束為止 戒嚴令解除為止 所以你跟大衛為什麼 你跟大衛說拔腿就跑 拔腿就跑 然後你跟大衛是非法入境的 他能走顯然他的那個簽證 他搞不好沒有護照沒有交出去 但是還是有人留下來 那報導裡面提供也寫到說 有人留下來 他沒有從志願軍的管道 他單純就是志願進到烏克蘭去 做一些義工啊 然後做一些這種人道救援 那我們也是非常佩服 我只是覺得說這樣的新聞 還是要提供大家分享 那我也蠻希望得到 前上禮拜不是都有一位 這個台灣的一個朋友嗎 穿著全身軍裝去搭飛機嗎 我很想知道他的下落到底現在是怎樣 對 然後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剛剛亮哥講到那個馬里烏普爾的指標性意義 你現在那個地圖看得很清楚 他現在在裡面斷水斷糧斷電 然後呢 然後就是大規模轟炸 炸了十幾天啦 這裡 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慘的狀況 所有流出來的畫面都是非常慘的狀況 今天很多的這個台灣的新聞在爆說 有一個什麼什麼烏克蘭最大的煉鋼場 甚至是東歐可能最大的煉鋼場 然後現在被這個烏烏 這個俄羅斯部隊三面圍攻啊 他其實就是亞素營的總部啊 他在戰前就很長段時間 就已經變成亞素營的總部 那幾乎是最後最後關頭了 那有人說為什麼不敢在打呢 然後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故意讓你在裡面餓死 你最好在裡面自相殘殺 就是用這種非常慘無人道的方式 來面對這場戰爭 那所以如果你知道 你從地圖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嘛 等到這場仗結束之後 他整個亞素海周邊都清除之後 那他這邊放的重兵可以用來幹嘛 就馬上北上去包圍你烏東的精銳部隊啊 所以這件事情是還蠻嚴重的 那我覺得這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那我問你你有看過新聞就是說什麼 有一個什麼美國的退役軍人是不是 跑去烏克蘭 結果一去講說看殘無人道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只拿到十顆子彈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有這個我有看到 有真的有這個新聞 他說混蛋 我來這裡幫你打傷 你只給我十顆子彈 不知道什麼意思 那不然呢 沒有 但是有其他人出來講說 他在亂講 說我們拿到不只十顆子彈 我不知道他們拿到幾顆啦 但有這樣一個消息說 他只拿到十顆子彈 這第一個新聞 還有第二個新聞是前兩天啊 說什麼就是烏克蘭的那個軍隊有沒有 大發神威 把那個俄軍逼退基輔七十公里以外 我覺得這種新聞啊 其實就是大家 你看到這種新聞 你只要去思考一下 現在是2022年 不是1918年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兩軍對峙啊 不像是1914到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站了往前 站了兩公尺的地 我趕快挖他媽的戰壕 在裡面躲起來 不是這樣 現在的軍隊的機動力跟火力 不是不是去挖戰壕 大家多蹲在裡面 而是呢 你就可能找一個據點 然後你就在這附近 可能就據點 然後呢 先鞏固這個據點 周圍的防禦 然後據點防禦的範圍越來越大 你裡面又可以塞更多的 就像你玩網路遊戲有沒有 你裡面可以塞彈藥 可以塞糧 可以塞通信 你可以甚至可以防空什麼什麼 就在這裡面 然後你的據點就會越來越大 你一層一兩層三層的防線 然後呢 你的這個據點鞏固之後 你會再往前推進 再成立另外一個據點 然後那個據點 再用同樣的方式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就像僧國凡在繳太平天國一樣 他就是一個塔 一個塔一樣這樣 然後那個左宗塔也是啊 這個兵哥一定最熟的這種歷史 他們就蓋一個塔一個塔 有點像四季帝國一樣 現代的戰爭比較像是這樣 我就鞏固一個據點的防守 我也不用在那邊 跟你挖什麼戰壕 我只要到最後多了之後 彼此之間可以用火力 跟機動力支援就好了 那這一塊我就站下來了嘛 就一個一個點 所以你今天往前進70公里 好你站在那邊 好你站在那邊 好怎麼樣站在那邊 挖得好怎麼樣 站在那邊 然後站在那邊等你累了 你走了之後我就回來了 或是說那塊地沒有什麼好守的 那我也你就站著吧 就是所以那個這種 就是一點很沒有嘗試 然後沒有什麼意義說的話 我覺得這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圖啊 這張圖 我覺得非常有感 因為在這個地區 如果對二次大戰戰時有熟悉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 左下角這張圖 就是現在 現在俄羅斯的部隊 他到了哪一個烏克蘭地方 攻下某座城市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在地方 他不是用的 黑掉黑掉 他用的不是俄羅斯的國旗 他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 這所謂的解放旗 然後右上角這一張 就是1945年 當蘇聯紅軍攻下柏林的時候 然後在國會大樓上面插上的那一根 那一支最有最有就是很有意義的情緒 所以現在其實俄羅斯人是 俄羅斯在攻打烏克蘭這件事情 是還蠻用心的 他沒有用俄羅斯國旗 他用的是說我在打的是新納粹 就像我當年在打納粹德國一樣 所以當他攻下德國國會的時候 這張這邊很重要 對你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他用一模一樣 這就是政治作戰 他現在用的是這個 用的是這個解放旗 勝利旗 跟當年1945年的時候 用的那個是一模一樣 他不是用國旗 他不是放國旗 所以他對 對他對講戰爭的定位 跟政治之外是非常用心 而且很明確 對所以你現在說 烏克蘭民調九成 俄羅斯民調也七成 他也很支持打這種戰爭 所以就是大家看著吧 我先接受他 請你接受他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